大家好,我是貓哥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我這個頻道 其實最主要我是一個從零開始學習 去做一些TOMIC卡或者Hot Wheels 改裝的人 例如鑽石等等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鈴鐺,我們有新的影片 第一時間會讓大家看到 正常情況就是一個星期會有一條 上一集說了我的朋友 他是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也做好了DC2給他,也交了 這次我們又玩什麼呢? 其實上一集我又說過左還是右 不如試試舊車帶回身 因為舊車帶回身對我來說 學習的東西都比較多 因為這次想改裝的東西 真的想做泡沙板或其他東西 因為之前我做了另一部March 也成功了 我覺得是時候穩定了 可以嘗試拍片去做一個分享 那今集我們會玩的舊車是什麼呢? 就是一架2003年的RX8 萬事得的RX8給大家看看 其實那個狀態是非常差的 其實就是了 事不宜遲 那我們就會做一個爆學的動作 好,我們已經爆開了那件件了 其實就會有一個... 我覺得這次舊裝也算是這樣的 有一個尾的膠件 分開了看到效果就會是這樣的 其實舊款車也比較簡陋 可能我會在這些位置做多一點 因為真的比較噁心 大致是這樣 那關於底部 其實第一時間的底部 大家看到它會比較多紋 是好看的 但如果你說對改裝來說 就比較麻煩 因為做不到車子 完全滑掉它 頂住了就做不到 所以第一時間 我們做改裝的第一部份 就是首先會把底部磨平它 先把它弄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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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來看看 車身的部分 其實都損位得非常嚴重 那... 改裝的部分 我們會首先拿一個刨 因為其實我想營造 拋沙板的效果 我也不太喜歡前面的分頭 首先第一件事 我在脫漆之前 我會用一個刨 去刨這些位置做 營造我自己想要的效果 先的 那... 尾部份 同樣地 都是可能會看會不會 轉洞 或者怎樣做 特別一點的效果 那... 之後就會去做 脫漆的效果 那...今次改裝的部分 都比較多的 第一 我們會做一張餐台 因為餐台一定要做的 因為... 它這架車 本身那款 那個拋沙板 是有對餐台的 那...拋沙板 那...今次我會做 依然都會做 我比較熟悉的 Rocket Bunny 那...前面的位置 會開好 做頭橙 側裙 尾裙 尾裙 四口 都是那些東西的了 那...現在事不宜遲 那...我們就會去做一個... 那...好了... 首先... 我們會做開孔 在脫漆之前 為什麼要做開孔的動作呢? 因為我覺得原裝的包圍 其實呢... 就跟那個... 拋沙板的效果不太合 第二樣東西 其實我看到呢 它跟原裝那個呢... 不是改動得太大 那...變成可以做到的效果 都可以做得到 那...其實呢... 首先我們要怎樣去固定 其實這些車仔盒呢 不要浪費了 我們可以這樣卡住它 那...當然不是說 每個車都可以卡 那...但是... 卡住的時候呢 你做事呢... 就會輕鬆很多 變成出到來的效果 那...首先呢... 我們會做的事情呢... 就是... 在一個位置 比如說... 我想開幾大 拿回一些油性marker 才不會掉色的 那...開... 哦...畫好了 那...接著呢 要做的事情就是... 這個頭... 其實這個頭是一個... 頭頭 那...當然有大有小 那...大家自己去選擇 因為其實... 那... 那... 如果你要做之前呢... 我們先把鏡頭放一放大 那... 那...其實如果你說... 啊... 我這些位置我要做了 那...當然現在... 如果... 如果小朋友的話呢... 就真的有家長陪同 這個動作... 比較上危險些的 那...如果在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我們首先... 比如說... 我們想要這個輪廓啦... 或者這個位置啦... 那我們首先... 好一點... 先拿出一些... 不要緊... 按另一邊啦... 先... 要不會太多... 那...大概刨完之後呢... 其實兩邊已經開了... 已經成功把這個深度畫了啦... 好啦...先給大家看一看... 鋸完後的效果就是這樣 把後面的部分開孔 然後把前面的地方再批凸 下一步就要再做 這樣就可以做脫漆了 脫漆之後我們還要再做一個修過形狀 好了 現在已經脫漆了 其實你看到 無論新車和舊車都會出現一些情況 不過舊車會比較嚴重 就是它們的車漆已經有些可能變了質 它變了有時候 就算用脫漆水也好 它都沒辦法在100%完全脫漆的環境之下 其實你看到的坑已經很明顯是黃色坑 你看看這架就沒那麼誇張 但這架真的很厲害 尤其它的坑位 因為它的油漬位其實很誇張 所以做的時候要花多點時間在打磨上面 好了 現在就經過了兩天之後了 因為其實砲的坑位其實主要真的要用把剪刀 有些位置除了用砂紙之外 其實你是要用把剪刀 慢慢可能這裡逐一逐一放大給你看它示範一下 就是可能這些位置 那可能會這樣去推的 那你推的時候去做回 把坑位裡面的油漬去做回 讓它裡面的東西乾淨的時候 你變成上灰的時間 相對地就會更加漂亮 那些線條會更加出 但如果你說你一懶的 其實真的沒有一懶 因為如果你一懶 變成你出到來的效果一定是差點 尤其那些雜骨線 這些骨線如果你做得不漂亮 很明顯地到時你一上灰就知道糟糕了 然後就會看到有一個很粗糙的線 所以在前期功夫打磨方面 是一定可以馬虎 盡量去做平滑和去打磨 那你說我打磨有什麼技巧 其實真的沒有技巧 最重要是細心 好了 幾經辛苦 終於打磨完成了 其實整個前期工序大致都完成了 其實這兩個位置我不會弄它 因為它本身是膠件 這樣套下去就算 那我就懶了 偷懶了 大致就打磨完成了 其實都花了一些時間 好了 到了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開始要做沙板的位置 其實做沙板呢 我會用這一款的 其實這一款是雙星的寶土 暫時我用過是比較容易用的 因為之前我也有用過另一款的 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一款的筆地 其實有分A和B 其實呢 用法就非常之簡單 剪回相同份量 1比1 就是一份這個就一份這個 剪完之後拆勻它 就可以了 這樣 剪回相同的 多個 四個 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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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其實現在相對地我們已經經過了一段時間 大家其實現在看到一個很硬殘的初形 其實就不用擔心的 你們以為,哇,為何這麼醜樣,怎樣搞的 但其實呢,這個是一個初形 之後呢,我們要真正去塑造的形狀呢,就是為了後一步 一開始只是插大致的形狀出來而已 之後出現那個塑造的形狀呢 就是塑造大家圖裡面,或者自己想要的樣子 那因為影片實在太長了,我會分兩節來做 那今集呢,我就會先做這麼多 因為我做了後面,前面,還有前衫版 其實前衫版這次RX8那個呢,比較難做一點 也算是我第一次的一個躍進 因為其實它這個位呢,我不知道做不做到 因為希望成功啦 因為其實它這個位是一個好像打橫 然後還要再凸起 因為平時我們做一塊這樣過而已嘛 那變成你說,是難一點的 相對地的難度 我都沒有想過出來的效果會比較困難的 那大致就是這樣啦 那因為前面的位置呢,也都做了 那最後才做修型的 再修好一個形,那些凹凸的位置再做好一點啦 那大致就是這樣啦 那我們下一集呢,就會去做一個素造形狀的啦 那一定是相對地比較漫長一點的 那就...不知會不會有第三拍呢 希望不要啦 那如果有些什麼的話,那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那就...今集的時間就是這麼多啦 那你們記得給個like and share啦 訂閱我的頻道啦 按下個小鈴鐺啦 第一時間有新的影片呢,就可以... 直接可以看到我最新的影片啦 那我們就下集見啦,拜拜!